护立桃園医院群聚事件在增加4人确诊 有3人是已确诊护理师 案863的家人 包括20多岁的女儿 与80多岁的公公婆婆 护理师的婆婆有慢性肾病 糖尿病 高血压 心脏衰竭等病史 在前天出现发烧 昨天采检确诊后在深夜死亡 护理师一家七口当中 有6人确诊 包括两周前确诊的丈夫与另一名女儿 仅剩护理师丈夫的姐姐被裁剪为阴性 因为曾经密切照顾病逝的老妇人 被列为高风险接触者 目前送医隔离 由于护理师全家都被隔离在医院 因此离世老妇人的后世 将由布桃医院协助处理 因为全家的人都 几乎都已经在隔离治疗 所以对907案 相关的一些后世的一些安排 那就布桃 这院会全力予以协助 那相关这些住院的人 一些心理辅导 心理諮商 现在也开始 那确实这情况对于全家的压力 都非常的大 另一名确诊为案899出院病患的接触者 为50多岁男性 1月23号陪同母亲到另一间医院就医室被传染 布桃事件确诊累计19人 并出现首例死亡个案 距离上一次确诊死亡病例三个八个多月 也使目前台湾累计死亡增加到8人 新唐生胡宗汉刘自营谈罗岛 1月23号附近